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506集 尸体身份 徐晴安看了眼魏冤 这并不值得奇怪 卑职奇怪的是 如果镇北王谎报军情 为什么衙门没有收到情报 大耕人的案子遍布九州 血图三千里这样的大事 怎么会完全没有消息呢 年初时 我把大部分的案子 都调配到东北去了 留在北方的吉省 消息难免堵制啊 卫冤无奈说道 徐晴安恍然 哦 案子都调配到东北了 卫公想干嘛呀 打巫神教吗 他不再追问 那卫公觉得 此事怎么处理 卫冤看了一眼 巫角摆放的水漏 我先进宫面上 尸体和魂魄由我带走 此事你不必理会 等徐晴安点头 他又说道 李妙真既已来了京城 那么天人之约 很快就会结束 京城的治安会好很多 这段时间 不知道混进来多少 打探情报的碟子 正好有监政盯着 翻不起什么风浪 你让李妙真注意些 非常时期不要随意出城 不要惹是生非 防备一下 可能会有的危险 可能会有危险 徐晴安反问 魏冤再次看了眼水漏 语速极快地说道 我只能告诉你 他可能遭遇的危险 一 危险来自朝廷 二 危险来自别国碟子 原因你自己想 我必须得进宫了 他劈手夺过 徐晴安手里的香囊 快步离开茶室 边走边吩咐立员 带上尸体 与我一同入宫 语书房 除远景地外 首府王真文 户部尚书 以及其他三品大员 公爵 熏鬼 和都几世中 总共十六人齐聚 脸色苍白的 楚相龙站在群臣之间 微微低头漠然不语 他服用过四天剑术士 给的药丸 很快就能下床行走 但经脉剧断的内伤 短期内无法恢复 不过 只要不运气动武 好生调养 粤鱼就能恢复 远景地皱眉 委约还没来 不必等了 而后他扫过诸宫 朕北王向朝廷 讨要三十万两军饷 粮草 赐料 二十五万的 诸位爱卿是何意啊 户部赏书第一个 跳出来反对 远景三十六年 江州大水 荆州大汉 云州闹了蝗灾 朝廷数次剥粮赈灾 宇州张州两座 大凤粮仓 所剩余量不多 凑不出来了 远景地陈怡 从各州调配呢 即使有曹运 从各州募集粮草 耗时耗力 人吃马嚼的 等运到楚州边关 恐怕胜不下一半 此非良策 正说着呢 宦官走到御书房门口停下来 远景地抬了抬手 打断护部尚书的话 望向门口的宦官 何事 魏公来了 远景地喜怒 不形余色 让他进来 宦官退下 十几秒后 魏渊跨入御书房 赵力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 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 远景地不悦了 这样不行 那也不行 钟情只会反驳阵吗 左都御史心力一动 抓住机会 垮步而出 臣有一侧 远景地汗手 与爱情请说 朝廷可以临时增加一项摇曳 叫运良意 责令百姓负责押运粮草 远景地呢 眼睛微亮 这确实是一个妙策 所谓摇曳 是朝廷无常征调各阶层民众从事的劳务活动 如果让百姓负责押运粮草 官兵监督 那么朝廷只需要承担官兵的持用 而百姓的口粮自己解决 如此一来 不但能保证粮草在运到边关时不耗损 还能节省一大笔的运粮费用 哈哈 此为良策 远景地笑了 元雄松了口气 只要陛下采纳他的计策龙心大悦 那么在科举舞弊案中的后遗症 就会减到最轻 电视过后 一旦许新年取得良好成绩 可以想象 必然迎来东阁大学是赵庭芳的反扑 委员的落井下石 他这个左渡御史的位置还没坐稳 说不定就要被录下去得自救 王首府跨步而出座医 此即祸国殃民 元雄当诸 陛下 石之春耕百姓农忙之时 不可在天摇曳 自古民以石为天 任何事都不能在春耕时打扰百姓 另外 去年天灾连连 百姓余粮不多 此即无意与火上交游 把人往死路上避呀 左渡御使元雄眉头一挑 正要反驳 便听楚相龙冷声说道 黄首府爱民如此 末将佩服 只是 难道楚州各地的百姓 就不是大凤的子民了吗 黄首府对他们的生死 视若无睹吗 王首府淡淡说道 朝廷在北地屯军八万六千户 每户给上田六母 军田多达五千顷 每年 便官无战事 楚州各地历年来风调雨顺 即使没有粮草争调 按照楚州的粮食储备 也能称数月 怎么突然间就缺钱缺粮了 怕是那些军田 都被某些人给侵占了吧 楚州是大凤最北边的州 紧邻着北方蛮族的领地 楚相龙仗着亲王撑腰 毫不畏惧冷哼 无数人除了冻嘴皮子 打过仗吗 领过兵吗 儿等在京城享受 却不知道边疆将士有多苦 陛下 此次蛮族来势汹汹 早在去年年尾就已经发生过 数次大战 王爷神勇无敌 屡战屡胜 若是因为粮草紧缺 后勤无法补给 耽误了战机 后国不堪设想啊 袁景帝汉手 怀王神勇 朕自然知晓 而今北方战事如何 王爷用兵如神 骁勇无双 那些蛮族吃过几次败仗后 根本就不敢与我军正面对抗 只能仗着骑军快捷 四处劫掠 我军虽然占尽优势 却疲惫不堪 请陛下发放军饷粮草 也好让将士们知道 朝廷没有忘记他们的功劳 王首府咒了咒眉 自去年年尾指责 镇北王守城不出的弹劾后 北边发来的唐报 确实说镇北王屡打胜战 蛮族对边关的侵略得到了遏制 曹国公当即说道 镇北王劳苦功高 我等自不能拖他后腿 陛下 运良意是两全其美之策 再者若是军饷发不出来 恐怕会引起军队滑变 音效失大 即使有不妥之处 也该秋后再算 不该在此事扣押粮草和军饷 几位勋贵纷纷表示赞同 战场之势 他们是行家 比文官更有发言权 王首府沉声 陛下 此事得从长计议 原警帝不理他 诸位爱卿觉得呢 现状 诸公们纷纷松口回禀道 自当全力支持镇北王 陛下的倾向很明显 他们多说无意 王党的几名骨干 悄悄给王首府使眼色 让他禁言 陛下对镇北王有多信任 朝堂上下是有目共睹的 不然 当年也不会赐予镇北王镇国宝剑 原警帝看向魏渊 魏爱卿 你是军阀大家 你适合看法 王首府立刻看向魏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